班底就是我们这些最重要的一个教育团队 刚刚除了丽敏老师 景玉老师 那我们校长是十分的支持 那如果没有校长的支持 我们当然不可能承袭 那如果没有这个学校激发我们 我们也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我 所以说做这个毕业巡回展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 你自己觉得自己个人的成长或是 我觉得这个活动不只是这个活动 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活动 这一直每一届都让我很感动 为什么 你可以看你的最深刻 为什么你觉得最感动的部分 这个活动我想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都在了不可磨灭的位置 因为每个人讲到这个部分都非常的有感受 因为你是用爱来陪伴这些孩子 真的是用爱跟生命 那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以我们家的家庭状况 就是说孩子本来其实是要送到私立小学来就读 是在台中 那那个大概学费一个月 一个学期大概十万多块吧 那其实在为什么会投入这个部分 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他能够去了解偏乡的 有一些偏乡的同侪 然后他能够去懂得帮助别人 那其实我觉得我生命里面认识 认识青水果角的团队很重要 因为他们有影响我 我们说真的如果到比较私立的学校比的就是开Benz 是开什么拿的是Kuji包或拿的是Prada包 物质上面的 但是我们的孩子就只有这些 但是你会希望用爱去影响孩子 因为我们要影响我们的孩子 我们甚至就是要爱青水果小这些孩子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是认识了这么多的好朋友 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工作人员 就是生命中很重要的好朋友 那这些好朋友在生命里面去支持你 然后让你有毅力说 每一届你在陪伴孩子走过不是我的工作 而是你在带着这些孩子成长 然后你发现他们每个地方都有很可取的地方 然后你很希望这个社会能都看得见他们 所以你要不断的在小学的阶段去影响他 陪伴他然后爱他 然后让他可以在国中高中 甚至他长大的时候发光发亮 我相信会有那一天 甚至他对于他的家庭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一人觉得我觉得我的孩子 我把他转来这边 那我自己也觉得陪伴他们成长是我最值得的 那你刚刚讲我印象最深刻 其实19届到53届里面 常常我们在讨论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说到底老师跟你们出去 我们因为大家经济很有限 但是一大群人出去 你们想是坐游览车还是开车 那孩子呢刚开始他们不懂事 因为毕竟是小学孩子 我们在影响他这种思考 他说要坐游览车 那请问一下老师要不要付钱 刚刚有一个同学就在讲 老师要不要付钱 那其实最接近53届的孩子 有四个孩子认为老师对我们很好 我们应该付钱 但却有16个孩子他说 老师也是人也是一个位置 这是民主时代老师他出门他要坐车 他要别人 老师要自己付钱 要付钱 那当然我认为他们认为老师 16个希望老师要付钱 但是四个认为老师不用付钱 但是你们一定很难想象 这四个孩子开始一直提出自己的意见 难道我们要帮老师付的钱 我们买了几杯珍珠奶茶 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帮老师付的钱 难道老师给我们的爱 跟给我们的教导 就只值这一几杯的珍珠奶茶吗 当这些话语出来了的时候 其实全班真的是 就是没有人说话 我相信当时那样子的冲击 他每个人趴下去 在举手的刹那 你认为老师不应该要付钱 大家都认为老师不应该要付钱 他们认为老师的教育是无价的 所以当时老师也非常的感动吧 很感动啊 其实刚刚就是这一届的第53届 其实老师也有哭过几次 刚刚今天他就是哭过几次 就是说针对孩子的 我们重点在影响孩子的思考 还有他的价值观的冲击 而不是只是在练节目 如果今天只是为了练节目 让他们可以出去 我想每个人在外面去找几个老师 帮他们训练节目 我想外面的孩子应该更厉害吧 可是这样的孩子能够出去在舞台上 展演的比人家还要厉害 他为的是什么 是一个信心 我想那个信心是足以撼动 足以撼动一般的孩子 因为他的信心是来自于 我们撒下爱的种子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看到孩子回来 我都很感动都会抱着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 我给他们带来的意义 不是只是插肴 或是不是只是 那其他老师带给他们意义 是生命中跟父母一样的重要 我想主任 他在我们心里 或在每个孩子心里面 他影响到 我想是更深远的 所以说 你自己个人觉得 老师对学生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要跳脱出框架的话 人家说 以日为师终身为父 也许我们这边的偏乡地区 更需要老师 为什么 因为偏乡地区 大部分都是父母不在 隔代教养 或是外籍配偶的妈妈 那他们都是很无助的一群 那我们清水国小 这一群老师 就是最重要的桥梁 甚至他们的一个 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 根基跟榜样 那其实我们都站在 跟孩子互相学习的立场 所以他有我们 我们有他们 我们是互相学习 并不是角色是谁是谁 所以我觉得感人 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收音机旁的 四清水国小的毕业生 最想要对他们说 可以说你们 就是假设说 你就用你的这个 你们是很棒的 其实你站出来 都是非常的闪亮 孩子勇往直前 我们依你为荣 好 谢谢 谢谢